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减度老哥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就是我玩这个传奇已经玩了有好几天了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传奇里面有几样东西 可能大家忽悠啊 就是大家忽略了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会影响你的游戏体验的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 然后第一点呢就是升级VIP 升级VIP呢像我一样 我本来我是不想花钱玩的 但是后面花了一点点 然后又点又有一点点 慢慢慢慢的点呢就到了VIP室嘛 然后刚刚被我点没有了 然后重新开始啊 就说你如果要玩的话 你如果比如说你玩多少 你自己要想好一下 比如说你要花五十块钱 花一百块钱 花三百块钱 你就直接买那个等级 VIP等级就直接给你的嘛 然后你也会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奖励 然后VIP升级呢有一个好处啊 像我们在如果说你不是VIP 像你来这个打这个怪的时候啊 这个是2000级的怪物啊 大家可以看见如果说你不是VIP来打的话 像这样打Boss 对吧 其实有些Boss是非常强的 他打你的话打几招 其实你就会死掉了 因为他等级很高嘛 然后我打呢 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见啊 只要说我的随从 只要他碰到一个人 碰到一个怪 他基本上就不会还丑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无限的揍他 揍到他死为止 不管你什么等级啊 像这个1200也是一样的 打架他就不会动了 对吧 然后这边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买VIP的时候 他里面有样东西啊 会让你的随从得到85%的麻痹加成 就本来就有15%的概率 现在加85%就是百分百的麻痹效果 就是你不管你打哪个Boss 哪个怪的话 你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干掉 然后得到他身上掉落了所有的财物啊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很多人就说没充弊的话 其实玩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 好第二点呢也是跟这个充值也是有点关系啊 这也是有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那一次充了一点点就是想做一些任务啊 这里面的话你想得到百分之百的活跃值的话 其实这里面有一点点难度啊 就算你参加所有的东西可能还差那么10点很难 因为有的时候你时间碰不上也有可能了 然后正面呢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你得充值 还有一个原因呢 你不充值像这种Boss像我1800都干掉了 2000也干掉了对吧 现在2500等级不够 要不然我照样可以干掉 然后这一点呢也是跟充值有关系的啊 还有一点就是会员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会员等级的 会员级的Boss 大家可以看见他这边会奖励一些弹药对吧 还有奖励这些武器都是最高级的 目前来说最高级的 然后这个等级的话是这一级 就是说你活跃值 活跃值等级到不了 你就不能激活这个 然后这个呢每天都可以领奖励了 其实还是挺优 很多奖励大家可以看见 这宝石啊 这些葫芦啊 金币啊 钻石啊等等啊 还有弹 弹的碎片弹 就每天都可以领 就是说你 反正狐狸很多嘛 然后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就不能打这个Boss 然后他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 第三点啊 就是这个贡献啊 这个这个重生值 他每天你可以每七八个小时打一次嘛 一天可以打好几次 就是好几万的 就一到两万个重生点 然后这个呢 重生点很多人就是这个点数啊 就是得的非常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的话 你就一直在那边打怪刷怪 就是这些这些点 或者你用钱去买 其实是非常坑的 对啊 然后这些点 这个东西呢 是升级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见升级啊 攻击力 防御力 血啊 速度啊 还有那个PK的保护 就是保护你不受伤的那个概率 这其实还是增加很多 还有另外一点的福利 就是他的重生 重生排名 大家可以看见我现在是排名第四 如果说很多人啊 其实这里面游戏里面很多人啊 但是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重生啊 你排名就低了嘛 这个呢 就是一种 浓郁感 对啊 然后 大家也可以看见啊 大概是 335 像我 我这个是会员嘛 然后他这边呢 这个人不知道有没有会员 应该是会员第五级的应该 然后他等级比我高 对吧 但是他的攻击力比我低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他有可能啊 还没摸索到 然后还有呢 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 最后一点的话 有可能这个也是有些人就是不懂的 然后这边就是 比如说你回收一些东西啊 对吧 你回收这些东西 其实他也不是白白回收的 你还是有一点点福利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用这些福利去换 挺多东西的 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啊 重生值有关系的 大家可以看见 他正面 对不对 你是用宝石去买的 对啊 很多人就是 哎 反正这三者都是用宝石买的 然后我们就不管他 对 然后当你点到这个分数来的时候 大家看 哎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好像不是宝石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 分解材料的分数 就是说你每分解一样东西 你会得到一些点数 你用这些点数呢 是可以去购买他的重生值的 重生值 购买了去升级重生值 你就 你的战斗力啊 什么东西都提升了嘛 像这种石头呢 这个环金蛋也是可以 但是环金蛋是用 你金 那个宝石的消耗点 就是你每消耗一点宝石 你就会得到一些分数 然后你可以用这些分数来购买这个环金蛋 目前的话 用分数购买应该觉得是不是很划算 然后正面的话 你如果用点数去买可以得到50万个元宝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 然后基本上这几点是我目前知道的 有些大概有些人会忽略掉的 事情就上来给大家讲一下 目前的话 那还是需要100个蛋 500个宝石 加上这边是多少 百万一百万一一一 是不是 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千万个元宝 才可以换一个币 这目前的话规避价值多少钱 我们还不知道 还没有 好像应该还没有任何人真正的套现过吧 因为他不是很值钱吗 对吧 然后我们就今天也就这样子吧 还有这个就是 这个呢也是 你如果有会员的话 最好把这个也升级升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增加你的 你的主角 主角的攻击度嘛 这个升级完就没什么事了 以后他会不开 这个我们就会不会再开新的等级的话 这个应该是会的 我们目前来说 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做一说 好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的传奇就到这边 拜拜